Qualifying Board 律师资格鉴定局 最近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他们要去执行他们在2005年的 董事部会议上所做的一个决定 那就是不再把同考文凭当成是跟 STPM和ALEVEL同等的一张文凭 那么换言之也就是说 如果要在继续报 在一个学生拿到他的 Law Degree法律学是文凭之后 如果说他要在马来西亚成为律师 他就必须要有除了一个Law Degree以外 他还必须要有ALEVEL跟STPM的文 或者是STPM的文庭 才能够去报考本地的 律师专业资格鉴定考试 那么通过了考试之后 他才能够成为一名律师 那么最近呢我们就 我们就收到了 就是我们就E-mail给了 我们的这个Qualifying Board 那么也得到了他们的一个回函 这个回函对我来说 真的算是有一点晴天霹雳 因为这个回函基本上是在告诉我们 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在说 很多人可能会在问 那么现在是不是我拿到我的Law Degree之后 我回去重考用两年的时间 我愿意去用两年的时间去重考ALEVEL 那么我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考我的律师专业资格 也就是CLP 答案是不可以 因为根据Qualifying Board的这个E-mail 它是讲说当你去读一个所谓的Law Degree以前 法律学士文凭以前 你就必须要有SPM 或加上ALEVEL或者是STPM OK 换言之如果你在就读 报考你的Law Degree First Year以前 你没有满足这个资格 那么你就算在之后拿到了所谓的Law Degree OK 后来你愿意再去花两年的时间去考SPM 或者是ALEVEL 基本上Qualifying Board也是不承认的 那么这个决定下来的话 就表示说 如果今天Qualifying Board不改变他们的主意 那么就表示 现在已经在读的Law Degree第一年 第二年 以及大三的学生 以及现在已经在准备着CLP考试的学生 他们的这个Law Degree基本上是白读了 是白读了 除非他的家境允许 或者说还有其他的管道 让他能够去到英国去考英国的律师资格 那么他就可以再回来马来西亚 可以绕过这个CLP考试 那么他可以被我们的律师公会接受承认 在马来西亚成为一名律师 否则的话 如果他负担不起 那么就表示 他现在读着的Law Degree 跟或者说已经拿到Law Degree的这些人 基本上他们的课程 这个一年到这个四年的时间 基本上是白读 那么如果这些人想要再去成为一名律师 他就必须现在会去重读两年的ALEVEL OK 再加上三年的再去读一个Law Degree 那么再用一年的时间去考CLP 换言之前前后后 那是一个六年的时间 OK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因为基本上是影响了整四年 如果我们不把就是刚刚毕业的同考生算进去的话 那么基本上是影响这四年 已经在读着法律学士文凭的学生 以及CLP的学生四个年代的人 四年的同学都被影响了 所以我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一 我去了历史公会 见了历史公会主席 因为他也是这个Qualifying Board的其中一名董事 那么我很高兴 我跟他的看法在这个课题上我们是一致的 所以他也同意会在即将来临的 这个Qualifying Board的Board of Director Meeting上面 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希望让Board of Director去改变他们的想法 跟决定说不要去执行这个条例 可是当然历史公会主席Mr.George 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满 因为毕竟说在一个Board of Director Meeting里面 还是少复服从多数 如果他没有办法让其他的Director 认同他的看法和意见的话 那么就表示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推翻这个决定 那么如果真的是come to this world scenario 来到这个最坏的状况 我这里准备了就是说 愿意帮我们这几年受到影响的 法律系学生和CLP的学生 我们用采取法律行动来去检讨 挑战这个Qualifying Board的这个决定 因为我觉得这个决策这样子 匆匆忙忙的去落实 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太不公平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当然不会是现在就去采取法律行动 因为我觉得我们要等这个 12月19号的这个meeting 可是如果有一些CLP的同学 法律系的同学 他们是觉得说 如果真的是最坏的状况发生了 Qualifying Board 没有办法去推翻这个决定 在12月19号的时候 那么他们愿意说成为我们这个法律输送的一个分子的话 因为我们不能够自己去 我们只能够做代表律师 我们需要有这些学生成为当事人 那么我们才能够去法庭去挑战这个决策 所以我希望这些学生也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会先收集他们的名字联络和个人资料 那么如果当这个最坏的情况真的是发生的话 那么我们就准备好 说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到法庭挑战 这个Qualifying Board的决策 谢谢